HELLO 歡迎大家回來核子思辨 我是核子巴仁 今集想輕鬆一點 新年之後是Hority Mode 跟大家說什麼呢? 我想說IT9 如果大家沒看過ViuTV的這個 我可以說近這10年我覺得 頭三出最好看的劇 甚至是近年最好看的 如果你沒看過的 記得一定要翻看 因為我本身覺得 這套劇帶給我們一些創業者的共鳴 十分之巨大 包括在YouTube看到的廣告彈出的班差 其實Lutivation是非常有同感共鳴的一件事 究竟這些人生教練是否真的給你一些團隊或是你公司需要的東西 這些一一都會在裡面的劇中呈現出來 用一個輕喜劇的形式去說一個start up 究竟怎樣由零開始創造到一個paypay duck的電子人情支付系統出來 當中又經歷了很多 在一套電視劇裡面我竟然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 不是說學到它整個創業的過程是怎樣的 因為在創業的過程我自己也有做過 也經歷過它經歷的事情 變成縮短了20集 但是在你創業的階段 可能是你要用幾年的時間 得到它這20集裡面看到的東西 它是縮短了整個流程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件事 到你真的創業的時候 那個時間絕對不是那麼短的 就是說什麼呢 一開始你足夠共享空間 這是你給錢做到 你馬上都可以做得到的東西 不是困難處 但是在說你擴展團隊的東西 你自己是個programmer 你請一個人回來 去做programmer做的東西 需要的東西是很龐大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支出那裡 你請一個programmer 起碼都要給22000至28000元 而且不是很有經驗的 在香港市場現在就是這樣的價錢 你一次過請兩個人 5萬至6萬元 然後還要給共享空間的錢 還要給平台、hosting、server的錢 可能你一個月已經在七萬元 在開始的時候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這個就是劇集縮短了 內裡的東西 在真正創業的時候 你不會這麼快去做這件事 當然你說好像阿信那樣 賣了一層樓去 去丟全副心機去做 那是不是一樣會這樣呢 當然這個各個人有不同的選擇 我們繼續說回劇 有什麼更深的意義帶給我 第一件事我要說的就是 每一個人去到每一個位置 整套劇都告訴我 都是各種選擇 你怎樣選擇 你可以選擇 2000萬賣了你的公司 給一些不認識的人 或者你知道 平台不會使用你的東西 只是拿你的資料 只要你某部份的東西 不會把PayP得 或者不會把你的本業成全做下去 但是我就用2000萬賣 其實如果說回 在市場上高 我相信有八成 七成 六成 甚至九成 大部份的人 都會賣了一盤業務 因為大家都知道 做生意 不要說感情 但是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價錢在哪裏 你還不知道 自己公司的核心價值 或者是否和你本身 聯繫的核心價值 在共同前進的時間 很多時間就是 這個時間 2000萬賣 只要有1000萬賣 那你就賣掉 很多人都會想 有1000萬賣 再做任何事 都輕易很多 簡單很多 但事實 通常都不是這樣 我看到很多 有風投 只投了100萬賣 他已經很輕易 搞不定 又或者他的信念 已經動搖 又或者有些人物 加了下來 去公司 已經漸漸地 對公司產生變化 甚至乎 我可以很簡單 講一個案例 好像做生意買賣 會有人賣股份 你要想清楚 一件事 買那個和賣那個 都一樣 如果你賣公司的股份 我賣40% 賣51% 然後你繼續做CEO 你繼續營運公司 你收了 我當你500萬 你收了下袋 很多時候會出現的情況就是 新主入場 之後吵架 又或者是 買那個人 會覺得賣那個人 你很難 你不做事 你沒有負責 那些你不拿嗎 你只帶了錢就算了嗎 你以前跟我說的信念 是怎樣 這個情況 其實跟很多風頭 投入一些公司的情況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那些創辦人 開始的理念動搖了 因為有金錢在他們身上 他們跑去做其他事 就心散了 又或者是 我已經帶了錢 其實我都去買樓 我去做其他東西 投資 我變了沒什麼心機 去做自己的購盤業務 所以在選擇方面 真的十分重要 你每一個人生 每一步都是一個選擇 OK 之後呢 如果你選擇了 不買 繼續做好這件事 其實你會得到更多 他的情況 一樣在劇道都會發生 你可能會脫離 你可能會什麼都沒有 很簡單地說 他有律師告他 他有家裡沒有錢 自己也沒有錢 他可能已經臨近破產的邊緣 有很多開始 在這個時刻已經死了 未去到已經死了 到那個時刻還要被人告 很多時候 納錢走 又或者很多人都會覺得 頂不上 到最後被人告到破產 當然 電視劇會有 封回路主的劇情 有人投資 有人拯救 有白武士的出現 在現實世界 我看到的情況 真的少之有少 會有出現 但是比較少 但是 在這部劇中 我會看到 他每次都會選擇 跟自己理念相同的決定去做 這個 當然 他中間也會有 跟了一些其他的 mentor 或是 好像 家琪 他也會有教育 你要向前看 你要怎樣做 有聲之子 但我覺得 到最後 去到Mobi 那幾場戲 他真的堅持到自己的理念 是十分正確的做法 甚至最後 對與錯 成功與失敗 沒有人知道 但起碼你對得住自己 在這部劇中 我覺得 開心的地方 就是 看到很多 引發共鳴的事情 一些有共鳴的地方 例如Lootivation 然後 相對 Biancha的YouTube影片 其實真的有些相似 這些 你一看下去 你就知道他在扮演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嗯 很Funny 也在你日常生活中 是有共鳴的事情 我覺得這部劇 是十分多的共鳴位 包括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大台理論 就是 為何各人這麼多對白 各人這麼長對白 一定是婷語 一定是父母子團聚 一定是父女團聚 我覺得很少的一件事 就是 夠膽去嘲諷一些時下的事情 又或者嘲諷隔壁的一些 長年累月 即下來給觀眾的感覺 這些場口 全部都是給別人感覺很貼地 所以為何這麼好看呢 原因是這樣 如果沒有看的 我也是真的很建議大家去看的 裡面真的非常多 爆笑 精彩 又或者幽默 也都有感動的位置 包括其中有一場 就是阿信去到麵檔那裡 你是不是創業家 兩送 問完 然後問單送多少錢 然後到最後選單送的 我曾經都試過 所以就拿著荷包去創業那件事 尤其是沒有人明白創業的理由 尤其是沒有人去鼓勵你 這個感受完完全全在我生活中試過 甚至前幾天都會有人問我 其實你現在在做些甚麼 其實你現在 你不停地創業 其實為了些甚麼 OK 很多時間都會有很多問號 給自己 在這個時間 就要去做反思 又或者你要真正了解 自己想做些甚麼 又或者喜歡做些甚麼 又或者你能力所及 是可以牽涉到最大範圍 價值最大位 究竟是做些甚麼 去貢獻社會 人類很多時候都說 用生命去影響生命 那些 不需要再說 最重要是 甚麼會改變自己 令自己更好 做了那件事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記得看IT9 十分支持ViuTV的原創節目 按訂閱 還有甚麼最新的思辨諮詢 第一時間告訴你 多謝大家 拜拜 bruades 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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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醒